非常謝謝大家 六年了 真的 每年年底的一個很美好幸福的約定 讓台北市政府 我想說 大家都說啊 今年要來台北市政府來跨年嘛 那大家剛剛也有看到一些卡司 今年卡司的陣容非常的堅強 哎呦 在倒數之前是我們這些年俊傑喔 最後壓軸的是我們蕭敬騰老蕭 哇 真的是大排雲集啊 這個代表什麼 楊剛威 泰宗 都是男生 那女生這怎麼可以少 我們這次舞台不能缺少女人味 馬上要邀請我們最有女人味的兩位了 這兩位呢 也算是會讓人家尖叫的 他們今年不僅僅是表演的卡司 也是我們堅強的主持陣容啊 太好了 讓我們用最漂亮的掌聲 歡迎Solena Ella 大家好 我們是最幸團體 大聲宣華 我是Solena 任家宣 我是Ella 陳家花 所以我們叫做大聲宣華 而且現在一大早大家都還沒有醒 趕快醒醒吧 哇 哇 這個算新的啦 剛剛那邊耶 剛剛是說女人味嗎 對啊 女人味喔 女人味耶 我們是Cue女人味 你剛剛大聲宣華 有啦有啦 女人味的部分就交給Solena 因為畢竟我還是賣個男藝人 對對對 還沒有完全 還沒有進化 還沒有進化 頭髮已經漸漸流長了啦 對 其實在以前最早的時候 我們跟那個浩角翔前 我們一起拍會的那邊視訊 對 對 然後花樣的少年少女 我們是同班同學 對 然後現在剛剛見了面 然後就回憶起當時的那個狀況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是小孩子 現在都長大 大家都各自有家庭 同學要結業 真的都長大成家了喔 對啦 但是在主持方面 我們算是第一次合作 是 對 也非常的幸福 有點緊張 還滿期待的緊張 因為沒合作 其實我跟佳華也沒有合作過 算是早期就是比較像他們玩啊 那時候就是主持電視節目啊 但是自從我們就各自發展主持啊 我主持金鐘 他主持金馬之後 就還沒有合作過 所以有點緊張 對 沒關係啦 但還好我們有 學長會找過 對 學長拜託 而且你們這個名字叫得好 大聲喧嘩 或者是浩翔 所以我們組合一件事 那浩翔 大聲喧嘩呀 對啦 還好 因為剛剛說到這個Selina 跟這個Anna 要負責女人味的部分 大家應該比較好奇 這個女人味的部分要怎麼展現 比如說是服裝嗎 還是表演呢 其實這次我們不只是擔當主持人 我們也有各自表演的部分 的內容 那的確會是有女人味的部分 那因為我是拜的男藝人嘛 所以我對於肉體上面 是比較沒有保留的 所以在裸露的部分就交給我 真的 我看過他的表演 真的是 真的是 肆無雞蛋 真的 怪怪的 破出去了 破出去了 完全不保留就對了 完全不保留就對了 完全不保留